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次做了滷水汁 今次做鸡翅 鸡翅買回來之前首先解凍 然後看到很多血水和髒 我們要洗一洗 洗的時候我會加少許鹽 把鸡翅拿去 這裏就是1磅雞翅 我們買雞翅回來就洗淨了 所以洗澡用鹽拿完之後 我就用少許水 沖回去 洗完之後 我們就要出水了 然後洗完雞翅 我們就預備些薑 我們需要出水 就放些薑片和雞翅 先出水 有些玫瑰露 有這款玫瑰露酒很棒 本地特產 本地特產 很香的 大家有機會看到 買一枝花旗收藏一下 至於這款是平時我們多數都用的 都很香的 等一會 等水滾之後 我們先出水 然後就放回去 沖回凍水 沖走油脂 我們剛才不是出水的 好了 沖起了 我們就不要這些水了 預早就預備一盆 一盆 冰水 就浸冰水 浸到冰身為止 浸到冰身為止 令到雞翅皮 很爽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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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待會繼續 浸到雞翅 完全凍身 脹 皮很漂亮 看到嗎 這樣就可以了 接著我們就去 放入滷水汁 現在放入滷水汁 放入滷水汁之後怎樣 現在我們就是 一磅 有時大隻 有些小隻 八隻到十隻左右 我們就放入滷水 這一面 先滾 然後反轉另一面 再滾 滾起兩面之後 再烤 現在先看看 我放完 雞翅之後 我會放些玫瑰露酒 一起滷 這次又會香 剛才我們放了雞翅 這個就是煲了 十分鐘的雞翅 為什麼我拿上來給大家看 就是因為我們剛才 過了冰水 過了冰水的效果 是否很脹 雞翅的身 很脹 很亮 這個位置也是 看到嗎 就是這樣的效果 剛才我們煮好 雞翅之後 本來我們說 浸二十分鐘 其實都夠味 都已經有少許入味 當然浸久一點 入味的程度 當然深一點 剛剛撈上來 你看看 整隻雞翅的身 是很飽滿 很肥的 是不是 是不是很吸引呢 其實我剛才到現在 大概浸了一個 蔥頭鬆一點 那就OK的了 已經很美的了 你都可以試一下 大家試一下 多謝了 拜拜 又來 跟你們幾乎 都可以... 不起來 有很多 台灣錢 台灣錢 如果